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么今天我们在都更的单元当中 特别邀请到台契营现在创新顾问金融小组的顾问陈同熙 陈顾问来到我们现场 那么台契营在整个发展都更的路上 那么陈同熙先生是最重要的舵手 那么今天我们请陈顾问来到我们现场来跟大家好好谈谈 台湾在整个发展都更的路上 我相信他是一个最好的见证人 顾问好 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非常欢迎我想我们就先请顾问来看看 从都更一路走来到现在民众大家越来越重视 请你来跟大家来谈一下为什么都更会在现在这个时代 他这种社会的附生会越来越紧迫 我们台湾目前国安面临到两大危机 一个就是人口的老化 一个是进入的老化 那个今年的第一季的话 超过三十年的房屋一共有423万户 那这一些三十年的房屋那一件稀释都不足 那我们看最近的两次的0206的那个台南的地建跟花园的地建 那个影响都很大 所以台湾对于这个建物的结构的安全 有迫切性的需要 来改建 所以在106年 就是说小英总统上任以后 他就在106年 那个推出危老条例 让小面积的也能够一起来都更 那危老跟都庚一起来做的话 就能够加速我们这个都庚重建的这个建树 还有这个数量 然后那个解决我们财产或生命的危险 尤其是今年假如我们推出这个多元价值的话 大家更有深度的认识说 其实都庚它不是只有让我们安全改善 其实它有那个四个多元的那个价值 一个就是环境 一个是安全 一个是健康 一个是那个节能方面能源方面 其实都庚子不只分这个面积而已 其实它的品质 就是说我们到底要给新的大楼 什么给我们提供什么功能 这个也是很重要 那像防疫方面 那事实上我们一般的家庭 我们也可以正负压 我们假如是说在重建的时候 就把这个功能考虑进去 那就可以减轻医院的负担 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重视的更要重视 就是都庚的多元价值 那我特别请教陈顾问就是说 说在金融行库里面 我们现在发现台气银 它本来以中小企业贷款为主 现在多了一个是创新金融专案办公室 它主要的任务 跟现在所做的业务 你跟观众朋友来说明一下 好 这个是我们的董事长 黄柏宇董事长 他认为金融会需要 就是说大力的来资金资源 这些有想要 那个都庚重建的这些实施者 或者住户 那就特别成立这个 这个创新金融专案办公室 因为他有了解到就是说 这些业者有需要 但是去分行宣请的时候 因为分行都对这个都庚不太熟 所以办起来很慢 所以说他就成立这个专案办公室 由专案办公室来接案子 然后评估 然后再那个就是说 评估到一个程度以后 再发示给分行启动 整个的那个受信作业程序 那这样就能够加速 这个融资的这个时间 那我们专案办公室 只要是办都庚跟微老的融资 还有第二项是绿能 那假如是说 我们这一次在都庚的时候 也能够把缺电也考虑进去的话 那这个对电力的那个 这个负荷就不会那么那么那么严重 所以我们这个除了刚刚讲 都庚微老融资 还有我们有绿能的融资 还有文创的融资 这三大块 那台器影方面就是说 原来是做这个都庚微老融资 然后就是说 我们有看到就是说 其实要把新的那个就是建筑的观念 或者叫做的观念引进来 就是刚刚也有提到说 我们人口的老化 那这些老年家 因为寿命比较长 所以说我们也是吉利的建商建立说 那个就是抽到的出入口 要高一点 那个救务车可以进来 还有就是说 他那个靠近那个电梯那边 就是说有比较有回旋的空间 所以我们提倡说都庚金融2.0 在住宅的方面 我们是都庚加银法照顾 都有考虑到就是说 在做都庚的时候 同时考虑到银法的照顾 那那个工业区的方面 厂办的方面 我们是刚刚也有提到说 那个我们的业务其中一项是绿能 那我们是工业区是都庚 工业区的都庚加上 那个重电跟除能 像今年那个美中的冲突 激烈然后台商一直回流 我们这个盖的这个新的厂办 我们要很大的智慧化 所以AI、IoT 或者是那个云服务 这一些或者光纤到位 这一些或者是如前市 这个在新的厂办 都要考虑进去 智慧化的这个大楼 那个就是说这一些比较 就是获利比较好 或者是需要这些 比较精密的这一些产列 就没办法进驻 那所以说我们在福岛 这个厂办 那个他要重新的督更 或者是说那个重盖的时候 我们也都充分的 跟他提供这一些意见 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 让那个附加价值 那个提高 然后一方面也能够吸引 这个国际上 比较大的或者比较高端的 这一些科技公司 来我们这里 设研发中心 或者是注点 然后目前 银行因为才刚开始在 就是说排斥银行法 72条之后 还有很大的那个 这个租金的容量 所以说 基于我看 未来几年 会 就是说 都庚 未来会大爆发 这个大爆发 其实我们 我们台西营的方博宜董事长 在都庚的路上 他非常认真 很落实嘛 台西营所有的这个 在福岛的都庚的客户当中 有哪一些案子比较特殊 你把它处理好了 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哦 因为 虽然都庚的案子 就是大部分都是建商在做 但是 我们因为 银行我们有社会责任 我们也比较偏向想做这个住主更新 尤其是防灾型的 就是说 海沙屋 辐射屋这一方面 那我们在去年有做了一件 那个海沙屋就是那个 元寿国宅 那个 挨挨区 但是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这个案当时是我在 议饮的时候 帮它处理的 所以说那时候是 那个信托是信托在 运营的信托部 那现在我到 那个台契营来 那找我台契营融资 但是因为 银行都是 目前来做就是信托跟 那个融资是在同一家银行 还没有说 那个信托跟融资在不同一家银行 但是这个要怎么办呢 现在已经 那个 都大家都搬完了 要拆掉重建了 现在是要租金的时候啊 那后来我们也经过 好多天的那个 那个 拼命的想办法 后来我们想到就是说 用四方合约把它解决 那可能这个是第一个 有四方合约的这个 就是一个 然后 所以说那个 实施者跟住户都很高兴 那我们也希望 用这个 例子 我们以后 对于就是说 像台北市或新北市 现在有很多的海撒屋 寿屋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 能够 赶快的重建 当然这个 也要祝福 大家一起来努力了 那银行融资方面 也会尽量来配合 那 台区我想在 在这一段时间看起来 我们在杜庚的路上啊 业务应该越来越兴旺 那我想 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 陈顾问啊 把这个 一生 在 杜庚领域 为台湾 披荆斩棘啊 给大家带来一个 非常好的 知识的分享 今天谢谢顾问啊 我们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